十四,《蘋果日報》,除調律師是發西司法之始 內地資深傳媒人澤明呂,2015年7月14日論壇 A.19澤明呂在南方周末做記者時便與形形式式的律師打交道 時而是同盟者,時而是對手,在黃維專案中 銀行的律師是阻止我查假象的人,稱這是商業秘密 我反問,如果不是假象可以說是商業秘密 如是假象,你們則有檢舉責任 這樣,你們去查,查好後,如物不作聲,我走開 如是假象,則應告訴我,律師沉默偏黑,即同意了 最後查明假象,這是律師是法律守門員,是我對手 也因為專業而找到彼此最大公約數 在南周恩宏村我惹了官司,集團派律師為我辯護 那兩位律師說我們不僅從職務上支持你也從道義上支持你 他們和我進村發動村民作政,讓我見識了媒體律師風采 他們說南方報業集團衝在新聞自由第一線,每年幾乎每天都有案子辦理 律師用專業支撐簡L免之王門,在周永康主都的莫里花鎮壓時期 我為被捕的朋友郭惠東請來上海施惠光律師 母佛詹天真H見師大律,他遲遲出現 原來他剛才正被司法局某大領導訓話 讓他不許接惠我朋友辯護案 說被判了十年的國全案還嚴重 擔心他會出事 施惠光對此官說,如果依法辦案,出事我也認了 聽此言我鄭仲讓施惠光重新考慮接不接我朋友的抗指 我說我不能再害了一個朋友 施堅定說這案子我不會放棄 施律讓我見識了,勇者不是不害怕 疑事雙腿打斬仍然往前走 在國獄賤案中,下臨律師挺身而出為獄賤辯護 特被抓了,讓我見識了律師高風險 現在,為屠夫不禁辯護的黃語律師也被抓了 我們這寫寫字的,雖然也吶喊 實在不如這寫實務第一線律師高風險高責任 公民,純亡此寒 公民,相互守望 藉此制,應當發出後聲,保護律師正當權利與安全 維護依法治國 公安最近對律師大搜捕是嚴重到退與反動行為 本來維護政府利益的公安與維權者與律師就是一對顯而意見的對手 基時對手,雙方鬥志鬥勇無可厚非 也沒必要貶選對方人格 雙方在法律框架用各種手段大可想演一場好戲 反者,道之動也,老子古與徒也 這種動態平衡是一個社會良性發展標誌 如今,公安用綁架叫門監視居住等各種非法手段內摧毀正當執業的維權律師 在電視官媒尚未審先判,侮辱維權者 這已突破一個正常社會基本底線 好比兩人下期一人掀了其盤宣告對方是流氓 破壞國家法制律師是法律辯護士 是法律守野人 是法律中工房的重要角色 取消律師職能往往是法西斯法的開端 再著名的分析法西斯形成過程的書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作者哈寬納正是已親力的德國法官 與律師們如何被納垂洗腦而失去 對法律的堅守來分析這一過程 如今,中國已在危險前夜 企業家獨立思想者王應認為打擊維權律師 是一隻腳以跨進文革 我贊同他的看法 一群粗比無民之杯 是無時代無思想下的蛋 執行的是韓非止法家思想 對不能法治者 隨之,故勞辱中充斥格 深煩的低音 官媒上叫囂齊的聲音 這麽多知識分子對最近公安迫害律師發出了憤怒的聲音 其中不少時數以穩健健常的學者 如賀慧豐、江平 人們以意識到沒有律師 人們將直接面對公權力的暴虐 抵抗法西斯化的提霸將崩潰 公安可以將納垂黨內封 喊以如此橫行 這個國家還有什麽法制裏面 公安維護治安暫可綁架 怎可叫門 是誰吸了他們任意抓人的權利 誰是法報抓為權律師的決策者 是誰在這場野中盧的惡戰中混水摸魚 這不是天文 而是公民之文 責名裏內地之心傳媒人 那是公民 強慶祝的 是公民之文 這不是公民的藥人 是公民之文